所谓中方事先知情、默许、纵容等说法,完全是虚假信息,意在推卸责任,抹黑中国。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。 乌克拉问题有着复杂的历史经纬和现实情况,演变至今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。 但危机的最大始作俑者是哪个大国,大家都清楚。 中方始终本着客观公正态度,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取直,独立自主地做出判断,表明主张。 中方认为,要化解当前危机,必须坚持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,尊重和保障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。 必须坚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,照顾当事方的合理安全关切。 必须坚持通过对话谈判,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。 必须转眼地区长治久安,构建均衡、有效、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机制。 中方的做法同美方制造危机、转嫁危机,从危机中余力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。 我们希望各方继续致力于对话、协商、谈判,努力尽快缓解事态,继续为寻求和平、实现和平、发挥建设性作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